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大多数人在食用水果时都会把它的纸扔掉 但你知道吗?其实少量食用水果种子对健康是很有帮助的 木瓜是药食最佳的瓜果 中医认为木瓜味干、贫、有补皮异味、吹乳消食、吹虫等效用 可用于脾胃虚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产后缺乳等等的作用 而延年益寿木瓜在中国还有着万寿果之称 多吃可以延年益寿 喝护秀发以及木瓜煎汤可以拿来清洗头发 让头发更有光泽 然而研究发现木瓜种子中含有显著的脂肪和蛋白质 保护免受感染 高水平的蛋白质随解酶可以使身体有能力分解和消化 某些寄生虫以外还可以稳定肠道 木瓜纸中的帆木瓜碱为一种蛆虫生物碱 研究人发现它可以有效地杀死乳虫 此外木瓜纸还有很多功效与作用 可以入药 木瓜纸含有的木瓜酵素会让鲜肉软化 但市场上已经有经过提炼的嫩肉粉出售 所以很少使用木瓜纸 但是你知道吗 木瓜纸进行生化提取后 可以做成美容养颜的护肤品 而且木瓜纸的抗氧化特性 更能减缓癌症肿瘤的生长 研究人员建议 木瓜纸可以帮助治疗肝硬化 以及排除身体的毒素 但是小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木瓜纸并非适合所有人 对于怀孕、哺乳以及试图怀孕的妇女来说 男生吃的话会降低精子素量 而且孩童也不易吃、不助消化 那么由于木瓜种子具有天然的解毒特性 它们可以促进肾脏的健康功能 根据研究 木瓜纸提取物甚至可以保护你的肾脏免受氧化应激哦 木瓜纸的味道有点类似芥末和黑胡椒 建议大家可以将木瓜纸磨成粉加入饮食中 可将它当作胡椒的代替品 或者添加到沙拉酱中使用 那么木瓜纸要如何选择呢? 小编建议大家选一个小木瓜 小一点的木瓜纸往往味道更温和 而大的木瓜纸味道往往更苦 虽然木瓜纸使用是安全的 但是当你的胃还不习惯某种东西的时候 大量消耗会引起消化不良 所以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开始 避免消化不良 或者消化不良降低 那么很多人就会怀疑 木瓜纸究竟要如何使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木瓜纸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我们只需要拿一勺木瓜纸 然后加入蜂蜜 就这样我们即可使用 蜂蜜可以降低苦涩的味道 搭配蜂蜜食用木瓜纸时 你仍然可以在吞咽之前 咀嚼几次木瓜纸 这样会更容易消化 此外 蜂蜜和木瓜纸的组合 被认为是一种 治疗寄生虫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大家可以适量的 吃木瓜纸与蜂蜜的搭配 对健康更加有益哦 小编最后要提醒大家 分量一定要适量 不易过多 不然会造成消化不良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木瓜纸的好处 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订阅哦 谢谢大家 小编织